大家好 我是Benson教練 這一位是陳軍教練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防疫動起來 做一些居家訓練的動作 那今天的動作是單腳的抬腿 單腳站立的抬腿 單腳站立的抬腿這個動作 它可以訓練到我們下肢的肌力 然後還有一部分就是 它可以訓練到我們的平衡感 那這個本體感覺的平衡感的訓練 對一般人都是非常需要的 而且對我們的長輩就是年長者 他是特別的需要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比較預防跌倒的狀況發生 那我們現在就請教練示範 那你可以一開始先手插腰 然後把你的右腳抬高 對 然後再放下來 抬高 再放下來 這個動作雖然很簡單 但是因為你抬起來的時候 它只有單腳的站立 所以它會造成你的身體很大的一個不平衡感 那你的腳底啊 你的腳踝 你的關節 小腿跟大腿還有臀部 還有整個腹部的肌群 它是連動的 因為你要平衡 所以這些肌肉它就會合作 它就一起用力來做這個動作 OK 可以換腳 那我們兩隻腳都做完之後啊 我們兩隻腳都做完之後啊 你可能會覺得你的使用到的肌群 或是腳底會痠 是會有這個狀況發生 那如果啊 一些就是平衡感比較差的人 他在做 一開始做可能就會搖晃比較大 我們就可以建議他可以一隻手扶著 然後做抬腿的動作 這樣子雖然它有支撐啊 對訓練的效益會比較低一點 可是風險會比較低 你同樣也可以訓練到肌肉 所以你的 等到你覺得你扶著椅子 在做訓練的時候 你已經非常得心應手 你就可以把椅子放開 然後繼續做 OK 好 那這樣子單腳站立著動作 左腳 右腳 扶椅子來輔助 你學會了嗎